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开英出生于四川 有着四川女神的泼辣和精明 在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时 他立马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政治觉悟非常高 积极地帮助红军在此地组织各种活动 此时他已经30多岁了 而且他不仅自己参加了红军 还帮助自己沉迷大雁的丈夫戒了烟 带着丈夫和独子一起加入红军 他积极能干 在红军吸睁过程中 总是一马当先为战士们解决后顾之忧 最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红军吸督黄河一役时的表现英勇无畏 仅一人就打退了马步方200骑兵 堪称传奇 1936年4月5日 红军准备强度黄河 但是马步方却在对岸虎视眈眈 虽然马步方手下的军队并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他们却在对岸架起了重机枪 只要部队有任何动静 恐怕对面就是一阵扫射 大家心里十分焦急 面对如此状况 李开英率着自己连里的几个人偷渡过了黄河 让马步方步下措手不及 一下子就溃不成军 在一个女人手里吃了这样的亏 马步方很是恼怒 命令200骑兵去追击这个女连长 李开英独自一人引开敌人的视线 找了一个角落藏好 看见这些骑兵过来就打他们的码头 让队伍时不时出掉小动乱 这些骑兵也是骑虎难下 偏偏他们又不知道李开英的位置 周旋了一番就撤退了 而红军也成功渡过了黄河 一年之后 李开英死在了西征道路之上 牺牲时年仅40岁 而他的丈夫和儿子早在他之前 就已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他们虽然只是革命队伍中平凡的一员 却代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革命者 他们的事迹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动 好了 今天的完美显难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完美奖励师的朋友 别转发关注哟